好 綠營自己喜歡亂花公堂 但是對於別人 卻是更嚴格的標準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就是說王定宇他講說 愛立法院花了186萬元 訴訟費來請律師 但是人家總統府 四個申請機關 只用了145萬元 有的律師甚至只收公益價 他就說言下之意 立法院太亂花錢了 可是他說這一次 以30萬元替行政院訴訟的 大衡國際法律事務所 近兩年被人家發現到 怎麼是長期豢養 已經是有近千萬元了 也就是你看看 王定宇的標準 他只跟你講一個片段的事情 但是你長期綠油油 然後這樣子千萬元 在長期配合承接標案的 卻不說 所以你不要講別的啦 民進黨你們之前 讓立法院空轉 一天就已經花費 快要千萬元了 那怎麼會在這邊 幾十萬元的時候 你那麼在意 既然這麼在意 那你們是不是以後 不要再讓立法院空轉了呢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行政院他編列了 73億打架預算 比起前一年度 大增了5.6倍 照理說我們應該就不怕 詐騙了嗎 不是喔 結果我們現在 這個還創下了新高紀錄 這個詐騙越打越多 審計部講說去年的詐騙 有四萬件 財損高達88億元 創下了六年新高 怎麼回事呢 我們越花錢打炸打越多 這是怎麼回事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 不給力的一個做法嗎 那你看現在還有一個消息 是有18男兩女 衝到了高雄想要偷渡 然後被抓的時候 他們講說沒有啦 我們是要出海釣魚喔 可是他們原來是 詐騙集團的成員喔 高雄的檢警接獲線報之後 就到暗艙內找到這20個人 他們是說沒有 我們是要一起去釣魚啦 那網友在講說 就是因為台灣的詐騙罪責那麼輕喔 所以這個偷渡反而嚴重多了 想啥呢 那高雄好偷渡還是說 算我們賣賣這邊 高雄是犯罪天堂喔 那這18位偷渡客是來自哪裡的 就是之前這個巴黎島很有名這個詐騙案喔 印尼遣返回台的分子 怎麼回來就原地解散嗎 怎麼突然之間我們台灣喔 就對於這種詐騙犯好像就是侵犯 所以在導致這個現在詐騙 那麼多人在投入這件事情喔 那看到了這個六月底 他們其實才被送回來喔 但是呢 現在疑似有上游的金主出資 就說買通漁船要把這些成員喔 偷渡出境 這就是我們對於詐騙的寬容嘛 那反過來看 如果說像是這個對於詐騙的寬容 對比你喊一句話 比方說我們都是中國人這一句話 馬上一直被言上喔 欸 不饒喔 你看這個李正浩在節目裡面喔 就特別針對了翁曉玲 把他祖宗十八代全部都撈出來啦 就說喔 你的祖上不是中國人 是皇明啊 這不是數典望祖 什麼才是數典望祖呢 什麼叫做皇明 他口中的皇明是說 當時有做一些日本人的生意 所以是皇明喔 那這個翁曉玲就講說 沒有啊 我們家就是外省啊 那你在這邊給我貼標籤 那事實上如果真的是做 日本人生意或是做美國人生意 就要被你這樣子扣上帽子的話 欸 你這不是在湊蔡英文嗎 蔡英文的家族之前也被人家質疑過說 欸 家族是不是動用關係 蓋海霸王喔 當時這個海霸王的縣址呢 以前是這個軍方用地 後來化為公園的預定地 那蔡潔生善於交進應酬 所以當時有報導講說 他常承接美軍的生意喔 之後呢 還透過美軍的顧問團關係 向軍方租用 再來蓋大樓營業 這個經營飯店 蔡英文雖然當時是有回應啦 就是說啊 報導內容太誇張啊 這個父親蔡潔生 只是當時的一屆修車工喔 但是 大家也都知道這個蔡英文家境 都還 大家都知道 就是公主啦 就是家境挺好的 而且蔡英文也喊過這一番話 我是中國人 因為我是念中國書長大的 如果同樣這樣子來對比這個 等於說模式的話 翁曉玲跟蔡英文不是很相像嗎 所以難道這個李正浩是 是不是對蔡英文也應該要一番批鬥呢 那再來看看這個賴清德 還到安倍加吊焰 以家屬親友身份 到這個曾上寺上香 還有李登輝也有 曾經有傳出過這個日本紳士之謎 那孤顯榮也就是孤政府的父親 然後當時也有受到說 接應日軍進入台北城這些相關的一些 過去的史料跟報導 然後是首位被選入了貴族院議員的台灣人 難道這些就不算是你口中所說的 那個詞嗎 我們先來問一下雨萱 不是 因為你現在這個時間點去跟大家討論說 到底數分多少 我覺得沒意義 因為你仔細觀察整個憲法庭 我稍微看了一下 我看一下那些拱教 他們放的重點都是說 律師好帥 律師好帥 就這樣子 然後他就變成正義的一方 學得很像 對 然後他就說那個人怎麼把 那個便利貼頭上好笨喔 他罵得更難聽 那個人是法學專家 他是大巨部 工法 台灣巨部 他是德國法系的行政法巨部 然後我講完這些字之後 拱教也聽不懂說 他就是傻子 他就是 然後就這樣 我覺得他就歪柔了 你擺在重點 因為比如說我們講董寶城好了 他明明講得很清楚 他一個一個示範 然後包括你仔細聽 他在講的時候其實 台上的大法官也不太敢說什麼 因為他是專家 他就是行政法的專家 對不對 所以他就一直在跟你闡述說 這個當中幾條違憲 然後幾條沒有違憲 三條違憲 其實27條 理論上來講是沒有疑慮的 可是我看到所有輿論的焦點 都在說 翁曉玲又怎麼樣 他是中國人 黃國昌 黃國昌真的表現了 我就不以置評了 他就說黃國昌怎麼樣 然後一直在說 律師很帥 然後結案之後 結論就是 然後其實事實上 民進黨的立委也沒有講出什麼 我看李靜宜講的也不怎麼樣 李靜宜也是講亂七八糟 那主要你知道都是誰在攻防嗎 其實根本律師的那個都多了 律師那個只是擺來當 我們講model的 帥就這樣而已 因為都是大法官在打 從全程都是大法官 包括黃昌遠 包括尤柏翔跟沈柏翔 名字很像那一個 一直不斷的在攻擊 是他們對於我們講的 國民黨跟在野黨這一方有意見 所以我覺得你在這時候扯說 我這個東西到底差了多少錢 我覺得根本不是重點 我覺得憲法法庭大法官這個 基本上走一個過場而已 所以這種結果其實坦白說 就算最後判了衝突會違憲 國民黨也不會意外吧 民政黨也不會意外吧 大家只是說 進到陰境的責任跟陰務 因為這個東西講白的結局 都已經設定好了 反而是大家現在在思考說 那我退回一步到立法院之後 比如說這個法案你判定違憲了 國民黨他可以捲土重來 我可以再重新設計一套法案 再想辦法重提 這才是後續 我覺得應該要處理的問題 再來第二件事情 所以你就看到這個賊湯案的 文化多盛行 因為我們剛才講到說 詐騙集團想偷渡然後躲暗艙 然後出海羞竟然被抓到 那我反而有一個問題 奇怪 我們詐騙集團被抓到之後 為什麼他還可以在外面爬爬罩 這不是才怪嗎 因為你看他是說 台中破獲詐騙集團 然後破獲之後詐騙集團 還可以南下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未來 真的應該 我們現在一直政府在想打炸 這才是應該修法的方向 就是說我們對於這些詐騙集團 難道就真的拿沒責嗎 反正犯罪了出了事情了 做統治去外面 然後去國外 然後再繼續騙 就變成只有這樣子嗎 汪曉寧這件事情 我來稍微講一下 因為第一 他是在講說 這個黃明是指說什麼 他的祖父 但汪曉寧一直在強調的是說 他的外公是抗日英雄 對不對 我就問一個邏輯 我們有沒有辦法決定說 我的祖父是誰 或者說我的外公是誰 或我沒有辦法決定說 我那個年代 比如說我會講 我的祖先 我的祖父 祖父的祖父 曾祖父 還在清朝當過關 所以難不成我是滿清已讀嗎 可以這樣講嗎 對不對 那另外一邊 那你說不同的種族 比如說有些人他是 外省人跟本省人結合 跟客家人結合 他要選擇他自己的自我認同 或者是那要闡述他自己的自我認同 那是一回事 因為你今天要去講說 你的家族裡面曾經有遺民 那我跟你講不好意思 我們到現在什麼孤家 蔡英文 底登輝一大堆 通通都遺民好不好 那我們台灣現在還是日本殖民地 好 來問楊明科 首先這個律師費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憲法訴訟 少了一塊就是說 如果相關的訴訟費用 應該有申請人全數負擔才對 為什麼 如果今天沒有人申請市縣 那就沒有憲法官司 那就不用請律師 所以今天不管總統府 憲察院什麼 行政院 除了民進黨團是自以自非 其他都是公堂 再來立法院 立法院是被動要請 因為你這個憲法法庭說 好 我受理了 我要來打官司了 那你是這個相對人 所以你必須要有訴訟的 相關的準備 那今天是誰才是實作用者 不就是民進黨 政府 以及他們的立委 這個官司誰起來的 然後你現在去怪說 你立法院前的律師很貴 不是 今天 但我覺得國民黨要檢討一件事情 人家民進黨的律師 會為了熱情 為了我支持我的理念 主動降價 我們先不管他其他 有沒有辦法拿到別的案子 但是他們在這個案子裡面 會主動降價 可是國民黨都不會 我想這是國民黨自己要檢討的 就是說國民黨就在商言商 我該拿多少就拿多少 民進黨是 不行 這個我在青鳥裡面 我要增加我的曝光度 而且還會有帥照宣傳 所以我給你一個友情假 不管怎麼樣 今天這個律師費就是 這個你不用去比什麼 誰多誰少 這個憲法法庭受理的就是要花 但是未來是不是可以 全部由申請方來支付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要去討論 這樣的一個機制 否則今天就莫名其妙在野黨 提了所有的法案全部都提訴訟 最後立法院就要一直花這個訴訟費 也不是道理對不對 好 這第一個 再來講詐騙 其實這一次從巴黎島放回來的 我們跟印尼沒有所謂的 合作的引渡的那個 所以他只是你知道他遣返回來 我們拿不到他的卷證 我們根本不能辦 而且他不是在 他欺騙的對象是馬來西亞 是東南亞的國家 受騙者沒有在台灣的話 我們也沒有辦法立案 所以當時他們那一大批回到台灣 只有幾個是通緝犯被抓 被逮捕 剩下的通通放走 那你就覺得傻眼 那結果你看 現在看全部還要去偷渡 你就知道詐騙集團是不會改的 為什麼 很好賺 現在詐騙集團 為什麼警察會去跟詐騙集團配合 律師會去跟詐騙集團 配合連政治人物 都會跟詐騙集團打在一起 為什麼 很好賺 他們有錢能使鬼推磨 最近不是還有一個什麼 什麼車手黑吃黑 全部都是詐騙集團 你想說 現在台灣最大產業 應該是詐騙產業才對 而不是什麼台積電 什麼半導體產業 是詐騙產業 感覺是走在路上 隨便碰到一個人都是詐騙分子 那這個打炸 你今天預算再怎麼提高 我認為意義都不大 那至於翁曉玲 我必須要講 他的父親是台灣 是嘉義義族人 這個他在黃埔的訪談裡面 是有提到的 所以他們現在攻擊的就是他的祖父 但是他的媽媽這邊是外産家庭 好 我來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我們的製作人傳給我說 蔡英文的父親蔡傑生 被貼上漢奸的標籤 起雲於他18歲的時候 為了要躲避日軍 徵召去南洋作戰 所以還跑到了中國的東北 來學機械 去機械學校修飛機 後來東北是由 溥仪稱帝的滿洲國 之後蔡傑生也去到了日本 戰後回台灣開汽車修理場 所以就是他講的這個修車工 其實是開汽車修理場 那外界就推論 就說當時在日治時代 應該是望族或是經濟能力不錯 才能夠選擇不去南洋去東北 是這樣的一個歷史背景 我們來問一下 我決定拿這種認同感 或拿上一代或上上一代這種淵源 過去其實台灣因為被日本 做一個統治過 所以很多人在這種大環境之下 他去當了這種傭兵 甚至當傭兵 然後或是到最後回到中華民國的時候 或是回到國軍時代的時候 他又去抗日作戰 那其實都是大時代的故事 然後你現在在炒作這種大時代的悲劇 跟把人家祖宗三代挖出來 我個人是持持平的態度 可是剛才楊明哥提到 就是說這些詐騙集團真的好賺 好賺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那個船艙裡面 裡面是氧氣他們進去就寫說 就不夠了 進去就不夠了 那你也好了 你這些要給他偷渡了 你氧氣品要準備夠 結果恰巧氧氣品又不夠 所以他才會入關的時候一直碰碰碰 就是拍那個床 救我救我 因為他快自習了 被抓在這個監獄裡面 還是自習史在裡面好 他還是選擇了去這個監獄關 所以他才會去做求救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超悲劇的 所以你看到台灣 其實不管是訴發部的預算 一般預算加前戰預算 2023年218億 2024年225億 都是好幾百億 然後你的詐騙金額到2023年 高達在刑事局的數據裡面 88.78億 創下史上新高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 我們投的金額越多 就會有人詐騙完之後 趕快再投入主曲 如果今天這艘船 氧氣瓶如果準備得夠呢 他就走了 你就抓不到了 他就投入成功了 所以這個故事當然不是告訴我們 要準備多一點氧氣瓶 而是告訴我們投入的經費 到底有沒有真正完成打仗 所以我最後要講這個就是說 在整個憲法法庭 你看現在是寬腔軸板 為什麼 這些律師去他知道什麼 知道民進黨會給他很多空間 他可以表現 他可以帥一波 他的舉例不用中規中矩 不用在法條基礎上 他只要在政治得點 有些媒體掐標就好了 所以他額外的效益 會高於他所拿的這些律師費 太多了 所以打折 一定要打折 所以國民黨 他只要有些人 祝的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